晚上好 我是宁兴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 12月1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我们讨论的三个话题是 作为诺贝尔奖文学奖获得者 莫言是否应该背负文学之外的重任 中国政府最近掀起的新一波反腐风暴 在现行体制下能够走多远 美国的慈善事业能够为中国提供什么启示 请李一华来介绍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一华 好的 谢谢宁兴 新闻一开始 数千名朝鲜民众 星期五参加了一场国家组织的集会 庆祝朝鲜卫星发射成功 以下请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报道 集会群众在金日成广场上 听取朝鲜官方赞扬本周三 完成火箭发射任务的讲话 研发和运用卫星 对于建设国家经济十分必要 也是用科学技术搞发展的 当前时代的合理要求 这符合国际潮流 也是我国人民独立正当的权利 有专家表示 朝鲜还需要多年才能开发出 能够袭击美国本土的可靠导弹技术 但是星期三的火箭发射 还是得到了世界各方领导人的注意 并让他们感到愤怒 许多国家认为朝鲜发射卫星 是一种挑衅并且加以谴责 朝鲜的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 禁止其开展弹道导弹活动的决议 据朝鲜国家电视台星期四报道 朝鲜发射银河三号火箭时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就在控制室内 画面显示 火箭发射一小时前 金正恩和军方领导人 访问了位于铁山郡的 卫星控制综合指挥所 此外 韩国媒体说 朝鲜火箭坠入韩国境内的残骸 星期五被送入一个韩国军事基地 韩联社的报道显示 一艘韩国海军舰艇 运送了朝鲜银河三号火箭的残骸 韩国方面 找到了火箭残骸几个小时后 将其送往平泽海军第二舰队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说 韩国将研究分析 这些火箭部件的组成部分 发言人还表示 韩国政府不打算将这些残骸 归还给敌国朝鲜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与此同时 在朝鲜成功试射远程火箭 而引发国际谴责之际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誓言要将更多的卫星送入太空 官方的朝中社说 金正恩强调了继续发射卫星 以发展朝鲜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的重要性 观察人士认为 星期一是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 逝世一周年纪念日 火箭发射的时间 正是为了配合这个纪念日 接下来是中国的消息 最近媒体陆续报道 中国正在放松对互联网的控制 之前中国用户最多的社交信息平台 似乎开始允许有关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讨论 新浪微博是中国类似推特的短信平台 上个月出乎意料的开始开放对一些政治人物的搜寻结果 包括现任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和他的前任即将卸任的胡锦涛 而在此之前 微博用户搜寻他们的名字 以及其他几千人的名字都会得不到任何结果 一些专家认为 微博的变化不应过分解读 因为开放搜寻的只是少数几个高层领导人 而且得到的搜寻结果也是有限的和预先筛选过的 其中大部分是官方发布的新闻消息 也有专家认为 微博的松动迹象也许显示了官方一方面对英特网进行审查 而又不想让民众感觉到审查的新策略 接下来把焦点转向中国 iPhone 5终于在中国市场露面了 但是这会让苹果公司增加它所需要的中国市场份额吗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报道 苹果公司可能会在这里得到一个忠诚的 有时甚至是过分热情的粉丝基地 但是它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却一直在缩小 中国今年成为世界上智能手机最大市场 但是苹果公司的销售量在第三季度只占到第六位 据路透社报道 来自韩国三星高端产品 以及各种便宜的本地品牌的手机充斥市场 目前苹果手机正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激烈竞争 史丽鹏选择了三星手机 他说它的下一个手机将是诺基亚 我那些市场上iPhone的量感是比较高的 然后对于我乐来的要求来讲 我对性能要求不是那么 苹果目前仍然固守着高端策略 但是它独家经营的做法也是个问题 苹果在有13亿人口的中国 只有不到10家专营店或者授权零售商 iPhone 5只能经由两家较小的移动通信公司 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发售 这两家公司的用户加起来 还不到中国移动7亿用户的一半 市场分析师迈克尔·柯林蒂恩说 苹果需要改变策略 如果他们想拓展市场份额 唯一迅速可行的办法就是推出价格较低的手机 不过很难讲他们会不会采取这种策略 目前大家都在关注iPhone 5会不会让苹果公司 在中国这个对手机产业的未来至关重要的市场 保持住势头 美国之音 VOA卫视报道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由宁兴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12月1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我是宁兴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呢 是作为诺贝尔奖文学奖的获得者 莫言是否应该背负文学之外的重任 中国政府最近掀起的新一波反腐风暴 在现行的体制下能够走多远 美国的慈善事业能够为中国提供什么启示 那么今天参加我们讨论的四位嘉宾呢 分别是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 马里兰大学美华中心主任戴博先生 他的英文名字是Robert Daly 美国之音中文部资深编辑保生先生 以及中南海厚黑学的作者 前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陈破空先生 陈破空先生呢 是从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参加我们的节目 好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题目 就是有关中国作家莫言的争议 那么中国作家莫言呢 自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呢 就一直处于争议的漩涡之中 他本星期赴瑞典领奖期间的言行呢 使这场争论更为激烈 从新闻审查和机场安检一样必要说 到文学无用论 到体现个人经历的三个故事 有人夸他应对机制 隐喻高明 达到了见仁见智的效果 也有人批他呢 回避中国的现实 缺乏独立知识分子的勇气 和普世价值的视野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莫言的瑞典之行的最大看点是什么 一个文学家是否应该背负文学之外的重任 例如改善人权和倡导言论自由 好我想今天我想请这个 在纽约的这个陈破空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知道呢 莫言的这个瑞典领奖之行呢 确实得到这个媒体的密切的关注 而且确实有很多的看点 那么你个人认为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先请您开始 然后每位都用一分钟来点评一下 陈破空先生 我想最大的看点就是有三方有不同的态度 就关于莫言获奖 中国政府要把它说成是现行制度 培养出来的一个国际作家 是这个文化繁荣的表现 是中国中国国力提升的表现 而瑞典文学院却把莫言说成是 对共产党制度进行讥讽和批判的这么一个人物 而莫言本人对两者都表示默认 他对诺贝尔文学院的说法是默认 对中国政法也是默认 他左右为难也左右逢源 我觉得这三方不同的态度 这种微妙之处是这次领奖的最大看点 好 张国华先生 我是觉得这个莫言这次去领奖 并没有这个减弱 他得奖的引起的这种争议 争议还在持续 那总的来说 我觉得这个我对这个破空的说法是同意的 就是说他很为难 一方面呢 他不能得罪这个给他颁奖的这个文学院 他又不能这个得罪 他还要回去继续这个工作的这个中国政府 所以呢他在中间这个表现 我觉得这个当然有很多可疑之处 那总的来说 我觉得应该在我的预料之中嘛 你是理解他的看来 你是理解他的难处 戴博尼的看法 首先我要跟那个莫言之处 所以祝那个祝贺你 祝贺你 其实我也有同感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 任何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 得了一个那个国籍的荣誉 中国当局能不能不把它给政治化 外国的这些观察人 也能不能不把它给政治化 关键是这个问题 我认为这次最大的看点呢 还是莫言先生在晚宴上的那个 所谓记性的演讲 他的演讲没有什么过多的政治的色彩 但是确实是寓意深刻 我希望大家 我今天在网上搜索全文 或者是全文的这个视频都没有搜索到 但是从我看到报道内容来讲 他用讲故事的方式 赋予他的讲话很深刻的内容 不要去解读这个听到别人去怎么看 自己去读一读去想一想 他这里边蕴藏着很深的寓意 你看到的寓意是什么 我看到寓意就是他从讲故事的观点 来说明了现在中国文学创作 所处于一种非常艰难的这么一个时刻 大家不要这个把这个莫言的作品呢 直接看成一个是政治上的作品 它是通过文学的方式 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表达政治上的含义 我想大家去想一想这个问题 罗坑我知道就是说在海外特别是海外民运人士中间对于莫言的这个批评最大的就是说呢 他在刘晓波的问题上保持坚默也作为同样的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而且呢对于中国的体制好像比如说像新闻审查的这种制度呢 还有所辩解 那么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莫言这次说话中有一个最大的败笔 就是说当有人问他刘晓波的事情的时候 他居然说 他说我这个人的性格就这样 如果你非要逼我表态 我就不表态 实际上他这个说法是自相矛盾的 为什么讲呢 因为根据他就是刚才宝生提到 他的演讲就是讲故事 根据他所讲的故事 他从小到大一生中 说了很多违心话 做了很多违心事 都是被逼表态的一个人生 那么他现在面对一个自由的世界 他知道这个自由世界有那个自由 就是说人家要他表态 他可以不表态的自由 但在中国他却没有这个自由 他不得不表态 甚至不得不去手抄 那个毛泽东演讲话的这个纪念 所以这种他这个讲话呢 是一个败笔 为什么说是败笔呢 因为各国记者向他问的问题 是多种多样的 那么他想回答的问题 他就不是说被逼表态 而不想回答的问题 说是被逼表态 实际上没有人逼他 他这句话反而说明了 这个外部世界跟中国制度的一个差距 另外他在说了新闻自由的时候 他说这个所有的审查都是必要的 他甚至拿机场的这个检查来比喻 他说这个新闻审查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如果不审查的话 他所有人都会去诽谤和污蔑他人 这就连自由和民主的ABC都不懂 因为自由是跟法治在一起 民主跟道德不是对立的 不是说一自由了 人家就要去造谣污蔑了 所以这是一个 另外他说什么 他说他这个新闻审查 他说这个是必要的 他对事实真相 如果符合事实真相的 就不用审查 不符合事实真相的就要审查 这恰恰是中国一个正话反说 中国政府审查的就是事实真相 而不是事实真相的 违背事实真相的 中国政府就让他过关 好 佛公保生想回应一下 我想就刘晓波这个问题 请大家注意莫言讲了两句话 一个是说我该说的我说过了 第二不要逼我表态 第一话什么意思呢 他在山东他的家乡 他获奖以后在山东家乡 举行记者会上 他已经发出了呼吁 说应该他认为中国政府 应该把刘晓波释放 进行他所进行的 宪政学方面的研究 这已经很清楚地表态了 而且你这样子 你逼着他表态 好像一个中国人 他因为艺术或者因为科学 或者某一些方面 他就出名 他活着得做政治犯 活着要挨骂是懦夫 好像就面临这些 筋推两难的一些选择 也不太公平 对 再有一个怎么解读 不要逼着我做表态 大家注意到 逼他做表态的人 应该是不只是 所谓那些海外的媒体 世界媒体 或者是民运人士 逼他表态支持刘晓波 那中国政府 向他施加不施加压力呢 逼他表不表态 我认为中国政府 关押刘晓波是正确的呢 所以莫言我认为 他的回答是非常的技巧 非常有错 在这方面 我比较赞成这个宝生的意见 我就觉得说 如果他没有被逼不表态 那么他今天认为说 你们不要逼我表态 就没有错 只要他没有被逼着不表态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一点 还有一点我想到的 就是说诺贝尔文学奖 他就是一个文学奖 他不是一个战袍 一旦他披上了以后 你就要去为政治而冲锋宪政 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点 我们不能模糊这个焦点 当然你这样说 也有你的道理 但是我想提出的是 比如说就是在这次 他在瑞典期间 有一百多位 一百三十四位 以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联名写信给习近平 要求习近平 中国当局释放刘晓波 那么这些人很多 也并不是说 就是和平奖或者是什么奖 他们也是 他们的那个专业 也不是说要跟政治有关系 但是这些人 还是出于他自己 本身的一个正义感 来给中国政府写信 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 可是这些人不真的是 毛什么个人的风险 你看那个戈尔 奥巴马 基辛格 他们都获得了 那个诺贝尔和平奖 他们都没有签字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有可能会付出代价 很多这些人签字 不一定是毛一个什么风险 好 破空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 这个莫言本身呢 可以不承担这个政治责任 或者说社会义务的责任 但是莫言本身 他的身份是双重的 他是一个作家 但是呢 他是共产党员 也是中国官方的作家协会副会长 他受到的是一个副部级的待遇 对 那么他是一个体制内的作家 那么在这种时候 人们希望 对他既希望承担社会责任 不是说既希望 他本身实际上是对中国 这个制度体制的一个批判 因为面对诺贝尔奖 中国政府采取了双重标准 不同态度 当达赖喇嘛获奖 中国政府是公鸡 刘晓波获奖 他们是公鸡 高行健获奖 他们是讽刺挖苦 那么到了莫言获奖 他们就大肆地唱颂歌 中国政府不应该搞错 这个奖是瑞典文学院 给人家莫言收的奖 不是你中国政府收的奖 中国政府这种不同态度 引起了民间 海陆埃华人的非常的反感 所以说海陆埃华人 为什么会把这个 不是华人要把这个问题政治化 是中国政府自己 他把这个问题政治化了 就像李昌春发的贺信 所表示的一样 他说是什么文化繁荣的表现 是中国过列的提升 这是中国政府 首先在把这个奖项政治化 好 老师 我们看一个作家 看一个文学家 要看什么 看他的头衔 还是看他的作品 莫言他作为 中国政学的副主席 他或者说像报道中那样 他是共产党员 或者说中国政府 对这次莫言获奖 进行了与众不同 这种渲染 这不是莫言的错 你要知道中国的制度 就是那个样子 对 我们看一个作家 要看什么 看他的作品 所赋予的内容 他给你一下 什么样的启迪 这几天我每天 我都在看一下 他的风乳肥虫 这个也是为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祝贺你 同时的话 那个程破空也说的没错 对 他一直在讲那个 中国当局也用他 他搞了一些宣传说这个就是说明中国的软强力 中国的那个复兴等等这些话令很多那个海外的人那个比较反感 但是如果我们从文学这个方面来讲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那个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是有这些文化和政治的一些意义的 他们是把这个奖给了很多一点名气都没有 可是要土耳其一个那个中东一个 如果我们现在看那个第二十世纪 谁没有得这个奖的话 就是爱尔兰的那个乔伊斯 阿根廷的那个波尔赫斯 普鲁斯特那个法国的 还有那个俄罗斯的土耳斯泰 齐和夫他们都没有得这个奖 所以这个奖也并不是说 获得者肯定是那个最伟大的一个一个作家 一直是有一些政治的一些炒作 但是归根界底我还是觉得那个莫言这次真的是进退失去很难为他的 我觉得说到这个奖项啊 确实跟不光是中国政府 其实中国民间也有这种思维 就是说把诺贝尔奖赋予一种特别特殊的光环 你比如说刘晓波的时候 本来人家是一个人权的东西 中国很多民众把它理解为对中国的批评 对中国整个国家的批评 然后到了莫言获奖 又把它看成一个中国实力的提升等等 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 中国政府和中国民间其实都是过多的赋予这个诺贝尔奖没有的意义 我觉得这个莫言这次说了一句最巧妙的话 刚才宝生说他处理的比较巧妙比较那个智慧 他有一句最巧妙的话是说什么呢 就当人家问他说你的获奖会不会意味着中国什么文化强国 或者怎么样这个战略的实施 他有这个奖是给我个人的不是给这个国家的 所以他这句话说得很好 就把他跟这个政府和国家拉开了距离 把这个李昌春对他的贺信和他自己的感受拉开了距离 我认为这是他这次获奖的这个领奖时候的一个最大的点 通知的话那个中国的艺术家 他们所有的作品都是离不开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政治方面的一些名誉 比如说现在那个冯小刚新的电影 那个1942 1942其实美国人没有太大的兴趣 可是问题是什么呢 作为一个中国的一个电影导演 他也要拍那个1942那个河南的这个饥荒这个故事 第一个反应是 那你干嘛不拍那个戴月经的 什么那个五十年代末的那个饥荒呢 更厉害 死在这更光 离不开政治 其实这个1942年河南这些脑饥荒的 是很值得拍的 肯定是有故事的 但是我们来解释 或者批评他的那个作品 还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家的这个方面谈起的 是的 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 大家都说他是体制内的作家 而且是中国作协的副主席 没有错 但是你再看看他的作品 他的作品里面 我一直在强调就是 他没有太多的歌功颂德的东西 虽然在体制内 而且呢 他的作品很多 实际上在反讽这个现实 那么 其实说到这个体制内 我想引用就是诺贝尔奖文学院的院长 他在颁奖词里面说的话 我觉得非常有深意 他就是莫言所描述的过去 他说不是共产主义宣传话中的快乐历史 他说莫言呢 为个体反抗所有的不公 这包括日本侵略 毛时代的恐怖 和今天的狂热的生产至上的这个 实际上对中 就是就已经肯定了莫言 在对批判中国现实的时候 所做出的这个贡献 很巧妙的是呢 中国政府恰好在 中国的媒体啊 在公布这个颁奖词 把这些所有的这些评论 全部删除 所以中国网民就觉得 简直不知所以 到底在说什么 他有的网站把英文灯在上面 然后网民说 对不起我 我看不懂 他们对这些问题都是回避的 我认为瑞典文学奖评论晚会 他做出这个评价 是非常恰当的 你在莫言的作品当中 确实可以看到这些 对这种各种不同的这种压迫 对人个性的扭曲的这种批判 是可以看到的 就是文学本身里面 实际是包含了很多政治 我们不要再给他附加额外的政治的内容 就像莫言他自己说 他说对一个作家来说 最好的说话的方式就是写作 他很多人逼他表达 最好的说 你就去看我的作品好了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他说是对的 我所说过的话就像风一样 我说完了就吹过去了 但是我要想说的东西 永远存在的东西 在于我的作品里 就是文学作品 你怎么去看待它 好 我想说的是 瑞典文学院这个受奖词 是这一次领奖仪式上的一个最大看点 另外中国政府对这个受奖词的反应 和它这种阉割的处理和酸级的处理 反映了中国政府试图把这个颁奖政治化 他选择他喜欢的那些文字 而排除了一些不喜欢的文字 甚至抨击瑞典文学院想制造不痛快 说在这个光荣的时刻制造不痛快 我就说了中国政府必须明白 这不是你在颁奖 是瑞典文学院在办奖 你必须明白主从关系 另外一点 另外一点 中国政府试图把这个奖项政治化 就符合他愿意的话 他就登 不符合他愿意的话不登 这种双重标准 不仅在表现在不同的文学奖中 而且表现在这次文学奖本身 另外我还想指出一点 尽管瑞典文学院的话是说得很好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 跟中国政府一样 他们都一定程度会出了意 实际上莫言批评这个现行制度 跟很多作家很相像 中国的三横文学 中国的很多作家像李后 于华等等 还有张鞋亮等等 陈忠实都是这一类协法 这一类协法对中共来说 可以说小骂大帮忙 起背了太大重要 他并不批判体制本身 也不批判高官 他可以批判地方官员 他可以谈文革的苦难 他可以谈日本占领时期的苦难 但是绝不会指向 现在的制度和最高领导人 所以瑞典文学院的评论是非常好的 但是也有拔高自嫌 好 老师 我想说两点 一个我这次莫言就宣布他获奖 以他这次颁奖典礼以后 我看到很多的评论 有很多人就说 说他并不是中国作家当中最好的 他的作品也不是最好的 他不是第一个人 每年的瑞典文学奖都会有人这样 我想说的就是 他评选委员会也有自己的这种喜好 当然还有翻译本的水平的问题 其他的作品是不是有翻译版本的存在等等 这些都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 绝对不能说莫言获了奖 就是他是最好的 就像一个单位评奖 拿到奖金的有可能做得很好 那没拿到奖金 你说他做得不好吗 也不是最好的吗 不可能这样说 所以中国有这个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的说法 另外一点 就是好多人都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来看待一个作者 我想说的是 道德的制高点是很狭窄的 我们不能总想登上道德制高点来往下看 也不能指望所有的人都去登上道德制高点 我觉得很多人批评那个莫言的也好 或者赞扬他的也好 很多肯定是没有读过他的书 现在谁有空读那么多的一些小说 我们都是那个看那个互联网上的一些东西 关于莫言的这个作品 因为我们已经谈过 我们这次 但是我想就是还有一点 就是说很多人在觉得莫言 这次在瑞典的这个不管是演讲也好 他的就是新演说也好等等 多次发言 那么他们觉得很多时候给人的感觉 就太过多的自我辩解 自我解释 但是缺乏很多以前的一些诺贝尔本讲的人 那种广阔的人性高度 或者是说那种超越就是政治的那种视野 刚才保证已经提到这个 但我就说你们是不是也赞成这个看法 就他确实很多时候讲了很多故事啊 我的经历等等 好像确实有很强的自我辩解的这种态度 是 他这个这次他这个演讲 通过讲故事的方法来代替演讲 实际上是耍了一个小聪明 因为他这种讲故事的方法 既不会得罪中国政府 同时也可以迎合瑞典文学院 就通过他向瑞典文学院说 你看吧 我在过去的生活是这么的苦难 我受到这么多磨难 真真假假的东西 你知道我在写什么 同时他向中国政府表明 我没有去批评你的制度 我没有批评你的体制 我从这个制度中成长过的人 而且他这里面虽然说他强调不要被政治化 他自己在讲话中 无意之间将它政治化了 比如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讲实话 没有改革开放 也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 实际上这个就套入了 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这个攻势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那么我想向莫言说一句话 如果真正没有共产党的话 中国不知会产生多少 像你这样的优秀作家 多少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说他这次在瑞典文学院 这种聪明的表述 的确显著他的一个脚鞋的 脚侠的这么一个成分 但是来说这种耍滑头的方式 实际上对中国现实 是个很大的回避 我觉得耍滑头这个词有点太重了 他确实是很难应对 那总的来讲 我觉得他应对还可以 他不是个政治家 所以他有些话拿出来 我们是值得推敲的 比如说他说新闻审查 就像这个机场的安检一样 这是完全这个逻辑不通的 这也说明他在政治上 真的是可能不那么 不像他在文学上 那么有高度 我想最后请大家 因为只有一分钟时间 你们说一下 他那个关于那个 巴赫尼瓦匠的那个故事 到底要说什么 这我看半天 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 稍微介绍一下 我估计有些观众 他说八个尼瓦匠 到庙里面躲雨 这个外面雷声大作 大家就怕是雷公天公 是谁做了坏事要惩罚 结果用扔草帽的方式 定出一个人说 那个人肯定是做了恶 把他扔出庙 结果那个人一扔出庙 天上打雷 把那个庙宇打垮 里面八个人都死了 那个做恶的人反而被留在外面 我就想这故事到底要说什么 他之所以讲这个故事 是因为他不想说什么 这个故事的解释方法太多了 好 老师你有什么解读吗 这故事 中国的网友说我们都懵了 不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 这是他的演讲的时候 他还是说明了一种 是非善恶的这么一种 怎么去界定 怎么去认识 就像他对文学的 这种概念的解释一样 他就文学写什么 文学写的并不是那种是或者非 而是在是非不能确切定义之外 一片灰色和朦胧的地带 很好 破空 我让破空也说 我想说一下 这个一个网上的解读 供你们参考 就说莫言受了诺贝尔奖的启发 心里有所动 他做了一个隐喻 这个八个尼瓦匠 把一个人认了出去 网上说他比喻的 剩下的七个尼瓦匠 就是现在的七个政治局常委 被认出去的那一个 就是主张政治改革的温家宝 这个是过分解读 对 过分解读 太政治 我想在结束这一部分的讨论之前 我想引用中国一位分析人士 陈奕中的说法 我觉得他说的很道点 他说莫言是在替他赖以荣生的体制买单 替认同他的官方意识形态付账 他说债是体制和官方意识形态欠下的 而民间没有办法追讨 一追讨就要挨打 所以莫言他作为体制的附庸 抖得意外之财 所以可怜的债主就一拥而上 找他讨债去了 所以他说现在莫言受到的批评 与其说是表达批评者对他的愤怒 不如说是对于中国现在当局 或者中国现实的一些批评 好 有关这个莫言的话题 咱们就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 中国新一波反腐风暴 能够走多远 请你不要离开 接触信息的脉动 感受时代的心跳 持续可靠的消息来源 平衡客观的新闻理念 我是端江明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 拒绝偏激与炒作 倾尽全力去做 传媒精品 全新打造 唯信唯实 新闻天职 美国之音 VOA卫视 好 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十八大之后呢 中共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呢 几番高调表达反腐决心 反腐被解读为新领导层 聚集明星 重述中共合法性的突破口 短短几个星期之内呢 中国多名大小官员纷纷落马 媒体和网民之中呢 也一片喊打之声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 中国这一波新的反腐浪潮 有许多新的特点 包括官员的情色和财务隐私 大量的曝光 网上检举遍地开花 以及检举人实名举报 建成风气等等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这波反腐浪潮的主要看点是什么 在现行体制之下 这次反腐呢 能够走多远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注意到 最近的这个反腐浪潮 确实有很多的这个新的特点 那么有网民说了 说这个家中失窃 二奶翻脸 日记丢失 成为这个中国最新的 这个反腐利器 好 破空你来跟我分析一下 你觉得这个 这一波的这个反腐浪潮啊 和以往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我认为首先呢 这个是新冠上任三把火的需要 作为习近平上任 他要抓一个中心的话 他没有别的可抓 反腐是一个最容易抓的一个课题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需要还是权力斗争的一部分 如果他要继续摆脱江系 或者胡系人马的纠缠的话 最好的办法是追究这些人马的一个腐败问题 第三个 我想习近平 我上次说过了 他受到了大林常委的监控 尤其是江系大林常委的监控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要通过司法政府来进行反腐 难度相当大 那么他的办法就是走向民间 到民间去 这个通过互联网的检举的方式 来进行反腐风潮 也就是说通过民间反攻中央 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 来为自己杀开一条血路 我觉得如果说特点 这个恐怕是一个最大的特点 说到这个网络 比如说雷正富那种 确实比较应对这个破空的这个说法 保身 我们知道最近这些反腐浪潮 绝大部分官员都是跟情色有关系 这一点是引起很多外界的这个注意 这个跟以前中共这个打击政治对手 或者是严打的这种风格不太一样 以前都是经济问题 或者其他问题 纪录也等等 为什么这一波这个情色问题 成为一个那么大的重点 你的分析 因为第一 我们认为这是中国的 这确实是社会媒体的兴起 所掌握的结果 而且检举一个官员的情色问题 它最方便 只要你有一个所谓的不哑照 不哑的视频 这个事就很容易去证实 然后牵扯出它的经济问题 什么滥用职权问题等等 如果你要是从经济问题入手 像纽约时报那样去做 温家宝加作用27亿美元 一般的民间老百姓 或者所谓的网络的记者 他到哪去找这些材料 他有这种资源和这种能力吗 他会遇到阻力又会有哪些 相反扑王他的情色的问题很容易 雷正复的那种照片拿上来以后 马上大家说 这个看样子是很难抵赖 情色只是一个突破口 情色的背后一定还有钱财的问题 有经济的问题 一个经济上非常清廉的官员 他很难真正卷入这个情色的问题 我自己这样觉得 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表面看 脱破口都是情色 根子都还是钱 你要包二奶 三奶 四奶 你没钱怎么包 九奶 十二奶 对啊 那都是要钱嘛 而且从情色这个问题上 就是谈起这个腐败 大家都爱听这些故事 其实这个也是跟宣传有关系的 而且神力说的很方便 直接提争执 或者那个权力斗争 或者是经济问题 情色没有人会说你不对 而且大家都很愿意听这些故事 很喜欢看这些文章 说到情色 我觉得你们还说掉了一个原因 我觉得其实跟中国今天的现实 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经济的官员 你看看倒台的 这是中国自己做的 人民大学做的这个调查研究 95%的倒台官员 都有包养情妇的问题 就这个成为官场的一个惯例 以前我觉得也许没有到 这么严重的程度 好 破口好像想插换你 说到情色 我想说你看这个中国社会在进步 互联网是个标志 中国经济在发展 但是中国的官场一直在倒退 他现在倒退了北宋 西门庆时代 甚至比那个时代还要糜烂 你看西门庆也就是六七个老婆而已 而现在的官员动辄几十个情妇 甚至上百个情妇 原来孔子说 石 色 信也 本来是说这个石和色 是正常的人的一部分 但是中国政府 中国官场继续把它发挥到 登峰造极的程度 旷古未有 而且各国未有 这样的一个未然大官 的确是这个中国无关不贪 无关不色的 这么一个弥赖的写照 说到这个社会 现在我也想加一点背景 就是说这个雷政府倒台以后 后来大家查就是当时 他那个不雅视频上的那个女主角 那个女主角就是一个女工 建商让她去的 她去跟这个雷政府发生关系 只付了三百块钱的加班费 就说这种事情 简直是太常有了 他们这些成为她工作的一部分 还有刚才你说到多个情妇 我们知道这个广东的国土厅 副厅长吕英明 包养四十七名情妇 这个简直是你觉得 闻所未闻 还有很多 比如说四川什么春歌 一出去旅游 带上九名情妇等等 这个确实是 我觉得到了一个 令人发指的这个程度 现在不仅仅是官场的文化 就是中国现在 在整个社会的风气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过去我们知道 说的是什么什么 旧社会 一个财主或者一个官员 三房六妾 那还是分房而住的 那还有外宅呢 对 所以这九个情妇一起出游 是说迎乱游 这个东西所 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为人所不持 很奇怪 道德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我也觉得我很落后 我觉得有一个妻子 已经生活挺复杂的 幸福不够来了 已经 所以还是美国这边比较干净 也不是说干净 其实一边来讲 所有的那个 不管是哪个国家 哪个文化 包括美国在内 很多那个男政治家 都自我陶醉 是 男自我陶醉的一个特色 就是这些好色 或者觉得自己才是个男子汉 但是这个好像是有点 那个中国特色的一个腐败方法 对 我觉得跟中国文化 有什么根深蒂固的一些联系 我都不知道 好 除了情色之外呢 我们知道就是刚才宝生已经提到 就是社交媒体 社会媒体的这个兴起 网络的兴起 对于反腐 但是网络反腐 也有它的优劣之处 不是说 就都是一边倒地说好 也有一些顾虑 那么破空 你觉得你怎么看 就是反腐成为 当今中国反腐 不是不是 网络成为当今中国这个反腐的一个 最重要的利器之一 你觉得这个事情 最好是 这个网络反腐 反而就说明了现在的一个现实问题 就是说 实际上不是政府反腐 而是在网民反腐 不是司法反腐 而是网络反腐 也就政府反腐是被动的 而人民反腐才是这个主动的 这本身说明了现在制度的缺失 我们知道习近平是文革中过来的人 他是下个乡查个队 他深知文革中的那一套 就是毛泽东在权力斗争中 处于劣势的时候 被刘少奇和大小官僚架空的时候 毛泽东是怎么杀出削弱呢 他就是走向民间 去发动群众 发动红卫兵 来斗倒刘少奇他们 重新巩固自己的权力 当然毛泽东那个方法是 这个是祸乱国家 这个崩溃经济是不值得效法 但是习近平可能可以反而用之 因为他在高层权力是被架空的 是被大林常委和老人政治所孤立的 但是他可以把毛泽东的方法反过来用 就是说借助于网络 借助于这个民间 我们看到前几年网络这个反腐 举报这个政府大多是不理的 最多一年有几单 十单不得了了 但是今年最近一段时间 网络反腐甚至实名之举报 那政府马上就办理 我认为这个习近平的新风格有关系 也就是说司法和政府 他深知是不可依赖的 因此只能走民间这条道路 说到这个我插一句 保证我知道你想说 就是说我想提供一个数据 2009年全国性的网络反腐 立案调查的只有9件 那么2010年 2011年分别不足11件 所以就是说确实是 现在这个网络反腐 官方要查办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说法 恐怕是一个玩笑 说现在王岐山 每天24小时盯着网络 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爆料 这确实就是说现在这种中国的媒体来揭示腐败 已经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这么一个反腐的力量 过去政府有什么纪律监察委员会 有什么反腐办公室等等 全是虚设的 中国现在官场之所以腐败淫乱到这个地步 就是说它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接受的一种行为的准则 那么有的官我听有的朋友说 在中国你要当官以后 你必须自己得先扶 你先收受会议目 你不扶周围信不过你 否则你的领导你周围同事信不过你 因为他本身都是这样 但他都是一个大健康 这种文化 对 情色也是一样 那么几个干部在一起聚会 那窝居里就是 你没有带小蜜的大家都瞧不起你 对吧 你必须要这么样做 所以为什么会堕落到这个地步 就是官方本身没有制约 所有反腐的机制 全都是摆设 它主要还是一个体制的问题 对权力没有任何制约 对 然后呢 为什么体制内它没有办法解决呢 因为靠这个共产党党内的纪检系统 真是寻同虚色 它没有办法去查 这个现在的情况发展到什么地步 发展到就是十个人拉出来查 刚刚这个普通讲这个无关不贪 我觉得可能有点过 但是说这个十个里边 有这个八个谈 可能又说得太轻了一点 因为它已经成了一种文化 成了一种文化 怎么办呢 在制度尚未确立的时候 你只能靠这个发动群众 民众从网络上去 过来 谢谢 这个像你说的 这个肯定是中国的体制 中国的文化问题 可是宏观的长期的来讲 也是跟经济的发展 简短有关系的 最近有那个福吉尼亚州立大学 那个乔治麦森大学的一个学者 他做了一个研究报告 他说是把美国平均收入2800 跟中国平均收入 也是这个款项的腐败度比较了 美国是1870年 达到了这个平均收入2800 中国是1776年的 可是同一个阶段 同一个是一个收入水平的时候 美国比中国腐败的多 而且如果我们看 那个平均收入达到7500 美国是1928年 中国是2009年 腐败度差不多是平衡的 我就是说 这个也跟经济发展 虽然跟体制 跟文化有关系的 也跟经济水平有所关系 我有两点看法 等一下保身 对不起 等一下破空 我有两点看法 一个是我同意你的观点 中国的腐败 是跟经济的发展 有直接关系的 而且对和中国的经济领域 没有任何的这种监督 有关系的 官员政绩靠什么 发展经济 GDP的增长 然后所以就拆了桥 再建了桥再拆桥 然后拆了再建 大楼也是一样 这样他才有油水可捞 另外一个 对他那个比较 我认为没有多大的 实际上的意义 因为美国的统计 我们不知道他们的 美国当时的腐败 是怎么统计出来的 现在中国的这个腐败 又是怎么统计出来的 所以没有任何的 它的方法 有值得怀疑的地方 肯定跟T之五的话 有关系的 好 时间不多 我请破空回应一下 我想补充一下 刚才那个国华讲的 这个无关不湍的一句话 就中国这个网民 早就有一个小笑话说 如果中国的大小官员 排成一个队 一人给他开一枪 那肯定有冤枉的 但是你隔一个开一枪 肯定有漏枉的 破空这几年前的这种 对对对 现在已经增加到 对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习近平这次反腐 其实他还是走过长 为什么这么讲呢 就是说如果反腐 你真反腐有两个 有一个时势 两个指标 一件事是 就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两个指标 就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 只有这三个东西 建立起来 那就是真反腐了 不仅反基层 中层的腐 而且可以反到高层 如果这三个东西没有 那就是假反腐 但是我知道 习近平他也很为难 一个权力交接没完成 再一个这个司法 也无法启动 新闻自由也无法实现 那么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是一个方法 另外就是走民间反腐 通过民间举报来反腐 是一个方法 这是过渡时期 一个不得已的一个方法 时间不多 请两位简短一些报社 我就想说一点 习近平这次去广东视察 认为很有寓意 因为据报道 广东很快就要开始 所谓干部申报财产制度 这个事情 大家拭目以待 我觉得习近平 这个未来怎么做 我们还有待观察 从他目前采取的一些措施 看我觉得这个前景 应该比以前乐观一些 你看王岐山主管这个纪检 那王岐山做事情 我们知道喜欢大刀扣斧 对不对 再一个 他这是广东之行 所以我对习近平主政以后 在反贪反腐这一方面的 这个作为 我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因为他不这样做 他的权力没办法巩固 他的作为根本就完成不了 还有不管他确实 能起多大的效果 我觉得客观上 他起到一个 让官员人人自危的这种 但是王岐山也说 不搞运动 要搞所谓 润物戏无声的这种做法 像春雨一样 那么温柔 所以也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 好 有关这个中国反腐的话题 咱们就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 美国的慈善活动 对于中国有何启示 请您不要离开 对于使用iPhone 或者iPad的观众 您到苹果应用商店 App Store 输入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下载并安装 美国之音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输入GoEnglish.me Chinese 安装美国之音的 英语学习应用程序 如果您使用安卓 操作系统的设备 请到Google Play 输入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就能找到美国之音 中文新闻的应用程序 输入GoEnglish.me Chinese 就能找到美国之音 英语教学应用程序 您还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网址是VOAChinese.com 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每年的感恩节和圣诞节之间的 一个月时间 是美国各种慈善活动的高潮期 从学校 商店 到各种非盈利机构 人们纷纷拿出时间 金钱和食物 来帮助弱势群体 相比之下 中国的做事群体 比美国更为广大 但是慈善活动 却没有这么普遍和深入 那么是政府不鼓励 非政府组织发挥作用 还是慈善机构本身 缺乏诚信或者号召力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美国的慈善事业 对于中国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 好 我想请戴博 现在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知道在美国参与慈善 确实很多家庭 是他每年年度预算的一部分 而且都是小孩 从小孩开始 大人都参加这个慈善活动 你觉得美国这个慈善活动 那么普遍 跟美国这个基督教文化 是不是有一些关系 跟基督教文化 是有一定的关系 可是也不支持基督教 还有伊斯兰教 那个新犹太教 美国的无声论者 也都是比较大方 他们都觉得 应该支持这些弱势群体 光是去年2011年 美国人所捐赠给 这些慈善组织的款项 是超过了3000亿美金 比希腊的GDP还高 当然很多美国人 他们之所以那么大方 就是因为他们 每一年付他们联邦 缩的税的时候 是可以减税 去年有4000万个美国人 就是因为他们 捐赠给那个慈善组织 是可以减税的 好 宝石 你觉得这个中美慈善之间 这个区别 你觉得主要原因是吗 除了整个的社会风气 宗教的这种作用以外 代表刚才谈的一个 就是税收制度 那么每年的 新年开始以前 如果你捐赠了以后 那么你在明年年初 报你今年所得税的时候 又可以有所减缓 每年一到这12月 我太太就该提醒我了 说咱们是不是应该 捐衣服了 捐点什么钱了 这确实是对大家有好处 但是我要提到 你说的这个捐款 慈善捐款折扣 是有一个限额的 比如说富人 他超过捐款 超过一定数的时候 他就不能享受 这个税方面的折扣 但是很多人 还是在这个折扣之外的幅度 他还是捐很多 我想说就是 从国家的税收制度 就是鼓励大家 我觉得这个里面 跟经济文化 还都有关系 这个中国人过去 自己饭都吃不饱 所以你想到 有了一点钱以后 你想到的是 这个要怎么呢 要留到以后 对不对 要想到以后 这个被不时之需 所以他很难想象 就是说这个钱 我自己不留着 存着 这个未来用 而是拿出去给别人用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过去讲 这个养儿防老 他存钱也是为了防老 那么随着经济的 这个改善和发展 这个收入的增高 未来中国这些富人 会不会也走上 像美国的这些富人 所走的这样的 这个捐赠道路 我觉得我们还在观察 不是 中国不是没有人 你像那个陈光彪 他就是捐了很多钱 对 好 破空 我正要讲一下 这个陈光彪了 就是我们看看 中国和美国富豪的 一个行为比较 美国的第一富豪 是比尔盖茨 他留下遗族 他死后 要把95%的遗产 捐献给非洲的儿童 那么那个第二富豪 那个巴菲特 他把他的80%的遗产 捐献给儿童教育 而且他前两年 庆祝他80岁生日的时候 他的庆生方式 就是捐献 31美金出来 那么中国的富豪 陈光彪是怎么表现 他到台湾去 说是去慰问詹明 发红包 但事实上 他这个举动 是一个统战的表示 是一个政治化的行为 另外最近陈光彪 又怎么表现呢 他给墨言提出 他要给墨言 在北京买一套房子 那么有人就说 你这种锦上添花 为什么不雪中送炭 墨言没有获奖的时候 墨言在贫困中的时候 你在哪里 还有那么多的 这个实学的儿童 你去捐助过了没有 所以说中国富豪 他这个行为 跟政府的这个行为 他本身是官商勾结的一部分 他的行为来自于 中国政府的行为 你看邓小平 怎么评价戈尔巴乔夫 他说戈尔巴乔夫很愚蠢 为什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让自己丢掉了总统 而让苏联各个国家独立了 说邓小平这种公立主义 他就不知道世界上 还有这个理想主义 没知道戈尔巴乔夫 实现了民主自由这一条 而那个中国的富豪 也是个公立主义 他觉得他的遗产 就是要留个后人 或者要政治化 要政治上表现 他就不知道美国 有宗教情怀 有博爱精神 有这个利他主义 或者帮助弱势群体 这些理想主义的成分在里面 这是上行下效 中国的制度 中国的官场跟民间 因为破空提到巴菲特 我想提一下 就是两年前巴菲特 确实在美国富豪之间 发起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活动 就是说把你的遗产 身后遗产 95%以上捐赠出来 那么当时美国有很多的富豪 好像有一百多位富豪 签名响应 就是他们发誓 要把死后 要把自己的财产捐献出来 几乎全部 那么后来他跑到中国去 他到很多国家的富豪 到中国去 响应着了了无几个 就是这个美国老 跑来告诉我们 因为中国的这种捐赠文化 还没有形成 刚刚这个破空 对这个陈光标 有一所批评 我是觉得陈光标 有些动作 在我们看来 是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 但是我觉得 我们不要过多的 给他证明解决 至少他拿钱出来了 至少他把钱拿出来了 我们还是应该鼓励他 中国像他这样的人 不是太多 而是太少 我想中国这个 还有这个慈善事业 因为时间不多 我们紧凑一点 中国这个慈善事业 它不够发达 是不是也跟中国这个 他现在因为 各种各样的慈善机构 有很多的丑闻 希望工程当年的 挪用工款 然后红石自会 这个各种各样的丑闻 所以在这点上 中国人捐钱 他又只能通过这个慈善机构 跟诚信度有关系的 也跟那个 长期那个踏实感 那个感觉有关的 很多人说你把钱 你捐赠给某一个组织 他们会给你那个暖花的 或者像你说的一样 除非你觉得你的孩子 肯定会拼他们 自己的那个才能 赚钱维持生活 要不然的话 你不会把这些钱 美国人也不会 也不会 就是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的社会比较稳定 我的孩子会有 我的孩子的机会 我才会那么大方 还有一个 在中国有两个问题 急需解决 一个就是对于有钱人 他们这些税收的政策 恐怕必须要改革 就鼓励大家 把更多的钱 用于公益事业 另外一个 就是所谓公益组织 慈善组织 他们活动的 特别是资金管理 透明度 对 一定要加钱 对 你刚才说到 这个两个都很重要 还有我想提个 就是中国政府历来 对于非政府组织 它是采取不鼓励的态度 所以这些慈善组织 如果你有自己 你有自己的诉求 我们知道美国很多 慈善组织 是帮助一个特定的群体 他们去捐钱 他有自己的活动宗旨 但是在中国 你如果要自发成立一个 民间组织去捐钱 或者怎么样 几乎是不太可能 都要找所谓行政单位挂靠 在中国资产机构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破空请你评论一下 我是想说 除了这些制度上的比较 文化上的比较 中美之间的软性的比较 比如说博外情怀 利他主义 这两个社会是完全结端相反 我们在美国生活局 我们看到 如果一个人摔倒了 美国人会风游而上的去扶这个人 在中国恐怕有人就不去扶 那么在美国 如果一个房子失火了 我们看到楼下摆了很多鲜花 但这些鲜花并不是他的亲属摆的 而是邻居或左邻右舍 或者是过路人摆的 就他们怜悯 他们可怜这个人 在中国的话 他就觉得别人的事 跟自己有什么相关 说这种美国的博外情怀 他就反映在 对他国要谈人权 要谈人道 而在中国来说 你就多管闲事 那么在中国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就是 至少门泉血 也不管他人瓦上双 而在美国和西方 在主流世界有一个根深蒂固 就是大家都是人 应该互相关怀 我觉得这种人文主义 宗教情怀 在整个这个西方是非常深入的 而在中国 甚至政府打压 宗教信仰 所有这些打压 所有这些官场的腐败 包括红十字会的腐败 都给中国慈善事业了 压缩到了最低的空间 完全没法跟国际社会去比较或者竞争 我觉得不要说的太简单 我有很多那个中国朋友 他们非常的大方 也很自相 他们只想有一个机会 有一个途径而已 而且我们可以看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有这些医事 不只是用他们的钱 很多人也用他们的知名度 你看那个姚明回去以后 就是要那个保护这些 病灵灭绝的这些动物 他做了很多事 蒲春心在艾滋病这些方面 也是个后动分子 李廉洁也自己建立了 他自己的那个基金会 所以这个也是个过程 也是跟那个经济发展有关的 所以我知道陈破空说的是什么 这个几百年来 一直是有人说 那个中国人就是 就要保护他们的关系网之内的人 他们也没有那个打顾目色的这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说的有点太过分了 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 是跟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 对于社会 对于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那个收入的一个稳定的 一个踏实感 我们也到中产阶级的这个水平 我们才会打防 我觉得中国也会 还有一个 我只补充一句话 我只补充戴博一句话 就是说的确需要这个过程 但是中国政府和线性制度 一直在封杀这个过程 不让这个过程去成长 好 因为时间不多 我们讨论只能到这儿 接下来很快就是我们的弹舞 续发栏目 请你们不要离开 这两个人的迫害 其实是对它长期迫害的延续 这一步上呢 就是我可以说是经常可以看到 行车和军车在往来 两岸呢 这个八年冰封 现在融解出一小汉人 但是这样女性参加 直接战斗的事实 得不到法令 这种 eyelids of Una 是香港这样的地方 the waters that are legitimately theirs 稳定内海 С fra cruelty lifewood дис 好 节目最后呢 就是我们的淡无续发栏目 请各位点评最近一个星期 一些没上头条 但发生深省的新闻 好 我们刚才演播室里面 已经说了 每个人绝对不要超过一分钟 好 张文华先生请讲 这个联合国啊 有一个最新的报告 他是说在这个2011年去年啊 这个中国的专利申请 好 这个要 这个一而成世界第一 52万6千这个项申请 超过美国的 50万3千 而在这个一年前呢 超过了日本 去年日本只有34万 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山寨大国 是一个这个仿冒大国 那么随着自主的这种 自主创新的这种趋势的发展 未来啊 中美之间 希望在知识产权保护这一点上 能够缓解他们的这个冲突 好 戴博 我们说到那个慈善活动 就是上个星期间 华盛顿有一个一年一次的 一个一个活动 就是有很多那个歌星什么来唱歌 就是为了是抽款给那些穷人 那个奥巴马跟他家里人 他们都去参加 其实今年有点尴尬 为什么就是因为成了一个江南风格 江南style 那个韩国人那个 江南大叔 他也参加了 可是他参加他给奥巴马唱歌的前两天 就是有一个新的一个新闻报告 2004年 就是他曾经常过一个主张要吐杀所有住在韩国的美国军人和他们的家属 你也许会以为这个是个非常大的事情 可是其实那个 那个赛他也说我后悔了 我很道歉 如果这个影响我在美国的市场 我就活该 奥巴马听完他的歌 还是跟他握手 我觉得这个也是圣诞节的那个精神 你可以跑到脑 把事情跑到脑后 你也可以原谅 好 我说这和网络反腐有关 那我们知道呢 前几天在中国网络上广泛流传中央编译局的一个博士后的这么一个工作人员叫常燕 他写了12万字的所谓小说式的常文 介绍他和中央编译局现任的局长伊俊卿 两人之间这种不正当的关系 这播出来以后又是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 但是最近我们发现他这个常文被彻底删除了 而且在某一网站上也发表了所谓署名为正在治疗中并盼望康复的常燕写的盗窃信 说他这是完全虚构的不是真实的 那么《红楼梦》里有一句话说假作真实真意假 我现在我就不知道到底他这个东西是虚构的还是现实的 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过我就有一个想法 如果你想爆料的话 最好像班导雷阵赋那样 有所谓的不雅照或者不雅的视频为正 否则的话就会被认为是虚构 好 接下来我们再请破空来点评 我呼应一下宝生 恐怕我这个讲也跟反腐有关 也跟网络有关 是网络上流传了几个故事 就是说现在讲二奶反腐 这个有个官员在微博上就很不服气地写到说 有一些二奶没有把自己定位在给领导服务上 而把自己定位在给反腐上 这是定位上的根本错误 这是一个另外有一个省长就说坐了牢 坐了牢之后他的儿子来看 他就垂头上气地说说现在求学求职都很不方便 那个他的父亲就说没关系 我给你开个条子你去找谁找谁就行了 他儿子就说人走茶凉 你现在监狱里坐着你开条子还有用吗 他父亲说有用 他说过去我在外面的时候 我想叫谁升官就升官 他现在我在监狱里面坐着 我想叫谁进来就进来 你拿着条子去办吧 结果儿子去办果然有效 再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有一个这个市委纪检委书记 他的部下给他讲啊 说你现在反腐都办的是这个科技初级的官员 你看看市委书记多腐败啊 那么多情妇那么多房子 你怎么不办啊 那不真反腐吗 这个这个纪委书一顺 你怎么这么天真啊 你吃老薄饼 你吃老婆饼 那里面吃出老婆来了吗 你看见人民大会堂里面 正在做做人民了吗 你说反腐真的反腐吗 他你不要天真了 说这个老百姓就总结出来 就说这个反腐啊 从政府来是不行的 只有大火烧出来 二来挤出来 小偷偷出来 代表带出来 好 破空先生 看来你跟莫言一样 也喜欢用讲故事的方式 来表达你的观点啊 好 谢谢各位的观点 点评 那么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就进行到这儿 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 张国华 戴博 宝生 和陈破空的精彩的讨论 欢迎您写电子邮件 到VOA新闻at gmail.com 就我们的节目提出建议 节目最后呢 请您看看VOA卫视同仁 为您送上的节日问候 我是宁兴 祝您晚安 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 三 二 一 星期五再会 咱们ціl时 nurseisa 五enti 灯 老正 我在 吃 老线 老娘 斌 太 大 藍 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